这显然是一场大戏,俄罗斯驻华大使一人舍战美英法三国大使,而且赢得如此痛快。 关键是中国不仅提供了场地,而且干脆利索地补了三刀。 7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《世界和平论坛》上,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一人,面对美英,把三个西方国家驻华大使的围攻,回击他们就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指责。 他指出,西方有关俄乌战争有太多虚假叙事,且在诸如乌克兰和科索沃等国际问题上,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。 显然不是巧合,同日对于美国驻华大使的言论,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,要求美方交代并连发两问,可谓补三刀。 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,7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,在4月上午进行的联合国与国际秩序大会讨论中,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,美国驻华大使伯安斯,英国驻华大使吴洛兰,法国驻华大使罗亮通台发言。 这显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,不知道会议策划人是何方神圣。 这样的安排显然不是抓究决定的,一定是别有用心,要么考验一下俄罗斯朋友,要么给美英法提供一个围攻俄方的机会,或者其他什么原因。 看台上六个人,应该有一个主持人,俄美英法大使外,还有一个是谁。 但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,这个同台发言,的确给美英法一个大机会。 主办方精心设计了一对三,结果最后大逆转。 这个细节是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,在论坛开始前,波恩斯、吴若兰和罗亮三人,在台下就展开了私下交流,而杰尼索夫则单独站在一边。 看来会议安排,尤其是国际会议安排,特别是乌克兰危机背景下。 俄美英法各方参加的世界和平论坛安排,的确是一个大学问。 第一回和美方发起手工,四个谎言和一个对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的标签。 俄方引用毛主席的话,成功反杀第一个发言权,给了美国驻华大使波恩斯。 此人对俄罗斯驻华大使连发四件并贴了一个标签,一是俄罗斯没有受到挑衅。 二是俄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,违反了联合国宪章,三是造成了许多平民伤亡。 四是带给了全世界粮食危机。 最后指出,俄罗斯是对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。 不知道你看到美驻华大使的发言怎么想,我感觉如果这样说美国,那就是世界上最准确的言辞了。 我们看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怎么反杀。 我不同意美国大使说的每一句话,但出于外交礼节,我还是祝贺大使先生和在座的美国同事国庆节快乐。 果然是高手,态度很明确,但理解很到位。 俄罗斯驻华大使的话,得到了在场观众的一片掌声。 俄方反击重点在于美方事件中两个明显的谎言,一是俄罗斯没有受到挑衅,二是平民伤亡的问题。 俄方的第一个有力反击是,北约在过去这些年中的五轮扩张。 还有2014年后俄罗斯为推动明斯克协议,做出的努力遭到多大的阻力。 这把美方俄罗斯没有受到挑衅,驳斥得体无完肤,毫无还手之力。 也就是说美方以谎言开场,一张口就输了。 俄方的第二个反击是,平民伤亡并非从现在开始的,而是从2014年起就不断发生的。 2014年开始指的是乌克兰方面,对乌东地区人民的纳粹行为。 保护乌东地区人民,取纳粹化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核心目的。 从来不顾伊拉克平民,阿富汗平民死活的美方,哪壶不开提哪壶,这哪里是攻击俄方。 简直就是自举欺辱。 最后俄方用了两招完美获胜,一是毛主席的话,二是大使出生在乌克兰。 而且母亲是乌克兰人。 我想引用一句毛主席的话,杰尼索夫接下来说,那就是所有事情都有两面。 请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,我出生在乌克兰,我的母亲也是乌克兰人。 我比在座的每一位不停抨击我的国家的人,都更对这场悲剧感到痛苦。 这最后两招太有力度了,什么都别说了,都是大使,美俄差别怎么这么大呢? 第二回和英方接着攻击,其实双方不约而同的都用到了毛泽东思想。 俄方顺带再捕杀美国大使一刀,英国驻华大使乌洛兰上场了。 中文名字取得不错,而且是个女性。 但可惜一开始策略就错了,她真不该接着美国的话继续批评俄罗斯。 吴洛兰大使思维有点简单粗暴,直接称俄罗斯扭曲信息,制造假新闻。 不仅仅如此,这位女大使又捡起了美方的四件之一,也就是粮食问题。 客观上帮助俄方顺带,对美驻华大使补了一刀。 请注意,这位大使的关键词是豁免。 他说粮食危机是由于俄罗斯封锁乌克兰港口导致,而并非西方对俄制裁导致,因为俄罗斯的食品出口是被豁免的。 这个豁免用得特别糟糕,既让俄方找到他撒谎的铁针,也让英方暴露了没有原则,唯利是图的本性。 就在这个时候,俄方强调,英国大使说要实事求是,我非常赞同。 这其实是双方不约而同的,又学习了一次毛泽东思想。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制胜法宝,也应该是世界外交的准则。 到底是谁把虚假的谎言,做成了国际外交的家常便饭? 也正因为英方女大使一谎言当法宝,俄方丝毫没有怜悯之心,又是连出四件,招招要命。 扔出一个详细的报告,我建议大家看看6月28日俄罗斯在联合国的陈述。 它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关于国乌冲突中假新闻的情况。 据出一个震撼的数据,最近有200万人从乌克兰逃到了俄罗斯,其中几十万人都是孩子。 列出一套有效的措施,俄罗斯政府正在竭尽所能力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,支持孩子上学。 一些中学生还能有优惠条件,进入俄罗斯的大学。 说出一个感人的场景,鲁干斯克等地的普通民众,在用鲜花欢迎俄罗斯军队。 最后俄方回到粮食问题,一件四个环节刺穿了美英双方。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,杰尼索夫则先反访道,英国大使说,俄罗斯的粮食出口是被豁免的。 我谢谢你们啊,你们简直太友好了。 接下来他同时指出,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没有豁免运输、储存、保险、装卸等环节。 而这些环节和粮食出口密切相关。 这个回答既驳出了前面美方对粮食问题的谎言,而且指出了英方的无知。 说实话,俄方的火力的确很猛。 干翻英国和美国驻华大使后,还向乌克兰射出了一艘子子弹。 乌克兰向外运粮的通道是畅通的,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白俄罗斯到波罗的海的港口。 第三回合法国大使基本上是马克龙的七强剑法,但俄方一招致敌,直击要害。 毫不客气地质疑了马克龙的人品。 法国驻华大使罗良的发言稍显温和,但的确是个七强派,特别是结合马克龙的表现。 俄方没有丝毫的客气。 法国批评了俄罗斯拒绝外交,选择战争,和美应有差别,没有从谎言入手,这一点值得肯定。 说实话,法国驻华大使比美应的强盗逻辑强多了,所讲的基本调子是对的。 只可惜马克龙不争气,让这位驻华大使待人受过了。 而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指出,马克龙总统说自己和普京总统谈了一百多个小时。 以化解乌克兰危机,但一个令人迷惑的事实是,法国却单方面披露了马克龙和普京总统的谈话,尽管俄罗斯没有什么要隐瞒的。 但法国此举显然是一个十分不友好的,违反外交理解的举动。 第四回合,美方理去刺穷,鹰方虚头巴脑,俄方则毫不迟疑,射出了一串连环炮。 击中了要害,击火完胜。 第五回合,赵立坚补三刀,一个交代,两个质问犀利指出,关于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问题。 包括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,有大量事实和依据,国际社会对此十分关切。 美国有责任给世人一个交代。 美国为何不开放德特利克堡,及其海外生物实验室供国际独立核查? 为何独家阻挡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工业核查机制? 漂亮的外交账,又一次诠释了什么是中俄肩并肩,世界就乱不了,霸权就赢不了。 美国为何不开放德特利克兰设计则,世界就赢不了,霸权就赢不了,霸权就赢不了。